下列合者具有分子內的氫件 要形成氫件呢必須要有氫原子接在 或是氧或是氮的身上 那另外一端呢必須要有一對骨度電子接在 負氧氮身上 那這個時候 氫身上有很強烈的部分正電荷 那歪的身上有很強烈的部分負電荷 那正跟負之間的引力呢我們就把它叫做氫件 那若是要形成分子內的氫件的話還必須再符合第二個條件 同一個分子同時具有這兩個條件之外呢 它還要可以形成五至七元環 那通常呢會發生在 順反一勾物當中順勢的一勾物或者是 本環的 零位上 那我們再看題目給的五個選項 那A為柳酸及 靈腔肌本甲酸 對靈腔肌本甲酸來說我有接在 撫氧氮身上的氫 那另外一頭呢我 COO身上的氧呢也有 固兑電子 所以我同時符合 我這邊符合形成氫件的條件 那氧身上的氫跟另外一端 氧身上的固兑電子 這邊若 可以形成氫件的話那則可以形成 一二三四五六 可以形成呢 六元環 那這樣子呢是可以的 所以A可以形成 柳酸分子內呢可以形成分子內的氫件 接著B為順勢的 丁C二酸 在順勢的丁C二酸當中呢 我有接在氧身上的氫 那另外一端的氧呢身上也有固兑電子 所以這邊若這邊是可以形成氫件的 若形成氫件的話那 圍起來的則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則是七元環 那這樣子呢也是可以的 C C為 乙酸一致 乙酸一致當中的氧身上呢有 固兑電子 那是對乙酸一致來說呢 它並沒有氫原子接在氧或是氧或是氮的身上 所以它不符合形成氫件的條件 當然就不會有分子內的氫件 珠呢為對本二甲酸 那對本二甲酸的結構裡面有氫接在氧身上 那另外一端呢 氧的身上呢也是有 固兑電子的存在 但是對 對本二甲酸來說呢 它是在相對的 一四號 這兩個位置 它們距離太遠了 是沒有辦法形成氫件的 所以珠呢是不能夠有分子內的氫件 那對蛋白質來說呢 可以是一條多態鏈 藉由分子內的氫件形成 螺旋狀的結構 也可以是兩條多態鏈藉由 分子間的氫件形成 遮板的形狀 所以它是可以有分子內氫件的 是因為這位的氫件 是一個氫件的氫件 就算是有分子內氫 所以就算是有分子內氫